有一些體質的不是吃了高濃度 是誘發的那叫一些交感神經的一些反應 可能會噁心 嘔吐或者全身燥熱 或者是開始流汗 這一類的東西我當然是建議 不要吃那麼濃度的 濃度那麼高的 那吃天然大家都吃錯了 你們真正要吃算應該是 就是甚至就不要搭配任何的東西這樣吃 你們這樣吃的話 怎麼可能的可能嗎 你們直接吃這樣 你們如果搭配這些什麼香腸 炸雞 鹽酥雞 事實上你們得到的好處可能只有一點點 你們得到了一堆的壞處 就是說你們的 你們剛剛不是講高血壓 血脂肪在吃這個 你知道你那個油炸的這些鹽酥雞 香腸裡面有多少的一些防腐劑 一些食品添加物 這叫只得到一點點好處 可是你壞處可能得到還蠻多 其實那個大蒜 它是建議生吃的話就是一半就可以了 然後熟食的話大概二到三半 過量會怎樣 過量其實大蒜精的過量會跟一樣 它跟這個蔓越美漬魚油一樣 它就是手術的病人 手術前的不能吃 因為它可能會出血 然後跟服那些心臟血管 因為我們為什麼會想要去吃大蒜精 想吃魚油 就是擔心我們心臟血管不好 那擔心我們這個會腦中風 抗發炎 抗凝血 但是如果你用這些的話就不能再吃大蒜 就是你要讓醫生知道 那量過多的話 其實過去有人就說它可以預防腸胃道癌症 可是吃了大蒜精反而得到腸胃道癌症的人比較多 而且它容易造成貧血 對它也有可能會造成貧血 而且它有一些它會改變化療的電療的 因為它會讓肝臟有一個酵素代謝不好 所以它會抑制那個藥物 有的人它在化療電療的過程中 如果你吃這些東西的話 會造成它的這些毒性更強 對 其實我在大家都說它的壞話 來講一點好話 事實上它也還有一些不錯的效果 我們講就是在適量的親信下 不要我們講任何一個健康的東西 你知道你吃過量都是不好的 那適量其實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的 大家都不喜歡去撒農藥 農產品 所以我們在種的時候很多那種生機飲食店 他們在種無農藥的 其實他們喜歡用一些松薑蒜 等等去當作殺蟲的一個東西 那這個在殺蟲殺菌方面 其實它真的是一個很棒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感冒 假設是一般的 我們就要吃 比如說流感病毒 就要吃一些克流感 這些叫殺病毒的藥 殺病毒的藥 並不會殺掉我們的細菌 也不會殺掉我們的黴菌 可是這個東西很神奇 它不只可以殺細菌 也可以殺病毒 也可以殺黴菌 然後甚至我們講說 那些之前那個虐原蟲 虐疾那種虐原蟲 吃這個藥也有 這個東西也有效 所以最近前陣子 比如SARS病毒 我們這樣說 假設沒有疫苗 你得到一些病毒 其實可以多吃一點這種蒜 就有一些天然的 一些殺病毒的一些功效 所以很多 祖宗的告訴我們 有沒有在感冒的時候 要吃蒜 那日本還有用什麼 用蔥藥把它 綁在脖子上有沒有 就是其實這種松薑蒜之類的 其實在我們那邊 幫助我們殺一些微生物 致病的微生物 其實效果也還不錯 只是任何這些好吃的東西 對身體有幫助的東西 是量 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 不要過量這樣子 好 那順便也幫我們來總結一下 這個食物跟食品 很多人還是 界限分不太清楚 所以怎麼正確選擇 我覺得真的是要靠個人 不過以方便性 因為現在生物科技真的是很發達 那如果以方便性來講的說 我們要達到這樣的東西 當然是可以選擇一個 比較可靠的一個品牌 來拿這樣的一個定計來攝取 但是站在均衡營養的 當然新鮮的食物 你不能吃這個 就忘了均衡營養這件事情 想要攝取Omega-3 吃深海魚就可以 其他的營養素也能吃到 吃魚要適量 最好還是要諮詢醫師 想照顧泌料料到健康 太酸的蔓越莓會讓人不敢吃多 想要獲得足夠的營養素 就要吃蔓越莓定 能夠顧眼睛的胡蘿蔔素 在一般的飲食當中都已經足夠 沒有特殊的狀況 就不用特別補充 抗發炎的蒜素 切記不能吃太多 以免引發其他的疾病 深蒜單獨吃 會比搭配其他食物效果更好 想要吃得健康又美味 選對食材有學問 輕鬆料理有絕招 人人都能當廚神 接下來的料理好貨 就千萬別錯過 請問奧立佛音齊 真的 妳要怎麼樣幫我們 對 幫我們變成廚藝大師呢 這個很簡單喔 就讓我來開導開導你們 好 請開始 對 我就是跟大家介紹一個 就是全天籃百分之百五添加 來自於馬達加斯加 哎呦 全天籃 你說那個卡通裡面嗎 卡通不只就是有那些動物跟蛋帶來鬥趣 我們也可以帶來健康的安靈味 對啊 這是果醬是不是 是的 然後有很多種口味 然後也有不同的吃法 好 那我們現在先介紹這個是芒果 那個芒果百香果 哦 因為它兩個味道就比較搭 然後它可以抹在像這種餅乾啊 就小朋友吃餅乾的時候 他也可以吃一點當零嘴 不要讓他吃一些就是糖分太高的東西 好吃 因為沒有天下防腐劑 他不會過凍啊幹嘛 就是鬧得你很吵之類的 這麼好吃 對 這個 我們來試試看嘛 對啊 好不好 我們也有這個 真的嗎 突然啊都被他講成這樣 超厲害的東西了 我們要試試看 來 它芒果的味道很酸 很好吃 嗯 裡面吃到鮮味 這果醬好吃 對啊 好吃哦 對 它味道 所以 不會太酸 而且你泡沙 你看一下 它酸甜就是控制得很得宜 然後 還有像這個玫瑰凍 女生最喜歡的 光看就覺得很浪漫 也在當早餐 或者是女生減肥的時候 當個宵夜 都是有一點飽足感 對 然後這個土氣就是很 對啊 玫瑰耶 是玫瑰啊 很少很少有看過玫瑰的果醬 一聞下去都有愛情的感覺 我的媽啊 可以 大家 有啊 真的 這個就是換我們講話 散發的那個都是玫瑰味 對啊 這有桃花的耶 誰問吃吃看 蛤 拿湯匙 因為就會忍不住要唱一首歌 什麼歌 玫瑰 玫瑰 我愛你 所以要不要吃吃看嘛 要不要吃吃看 趕快弄吧 要不要拿湯 來 趕快弄我們就不會唱了 來 謝謝 它是愛情的味道 愛情的味道 起用 怎麼樣 好耶 好 好 都是女生會喜歡的 那個比較好吃 男生也會喜歡 怎麼會有一點 我覺得它的玫瑰味好像有點 不曉得是不是玫瑰加一點點荔枝的那種 有 有一點微微的荔枝味 花香味很重耶 就裡面都是花香味 然後我現在來介紹一個特別的 就是一個 它的名字叫做甜蜜辣椒醬 有辣椒醬 你確定是果醬 是的 而且它就是在就是 配在沙拉 而且它口感很特別 它吃起來 你可以先試試看 它是甜的 是果醬的感覺的口感 可是它回甘那個味道是辣的 配起來很像甜麵醬這種 對 可是嘻哈胡適 你說辣的 辣又是甜 嗯 它現在吃是甜 它是這種法式風情 法式風情 對喔 有嗎 辣 辣對不對 回甘的那個是辣 聞起來不覺得 法式風情 吃下去忍不住要講 我沒有 真的嗎 你這個辣椒要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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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高了 有 有 慢慢的你們對我哥 也有新鮮感 但是這個杏桃也是配生菜嗎 杏桃是可以配 對也是可以配生菜 我也會配生菜 而且杏桃是就是 大家都不會排斥的 因為很多女孩子喝茶 也會喝一些杏桃茶什麼的 味道很特別 然後女生都會喜歡的杏桃味 這個很香耶 這個也是沾這個嗎 對 黃瓜怎麼什麼都能沾 他也是不要 給你 你也可以叫做黃瓜 其實他也可以沾米桂醬 黃瓜 應該可不可以不錯給你 也不錯 也不錯 他米桂醬也很好吃 真的嗎 真的對 再看看 然後我推薦一下 因為夏天大家都喜歡喝一些飲品 然後我就怕大家就越來越胖 然後像這種 這個是綠檸檬醬 對 它除了其實可以沾以外 它可以拿來泡茶 這個也可以沾小黃瓜就對了 你知道嗎 這個可以拿來泡飲料喝 然後你就加進去 加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 你就大家喝喝看了 好 我加囉 好 因為就是一般的綠茶就可以 大概三次 對 一般綠茶加這個 加這個綠檸檬醬 對 而且它成分是檸檬汁 檸檬皮還有青木瓜 一般的綠茶好像綠茶就是茶味 綠茶 綠茶就是綠茶 但它這個有一個清香 對 它的檸檬 它的檸檬 它這個有點很清香 它賦予綠茶一個新的聲音 對 它還是檸檬 差不多這個意思 對 它讓綠茶出於你而不然 綠茶再也不只是綠茶 對 他是 對 對 你們別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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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但是健康嗎 還是要問一下譚老師 對 專家的角度 對 你不能不方自賞這樣 其實挑選果醬 就是全家五越少越好 但是低醣的果醬 自製的這些果醬 一定要小心 不要受到一些細菌的污染 因為過去在國外很多 他們喜歡做這些自製的罐頭果醬 其實有受到過一些 肉毒感去一些細菌的污染 它光色糖 綠檸檬汁 然後青木瓜 這樣就可以防腐或什麼 他說沒有別的添加物 對 因為果醬 它必須加很多糖去煮 所以它糖很高的時候 它不容易腐壞 但是現在我們都怕甜 所以我們就用低糖 結果低糖的時候 就很容易長菌 所以一定要放在冰箱裡面 對 然後一定就是說 要在它的保存期間 趕快把它吃完 它保存期間都比較好 自己吃不完 就找我們一起去幫你吃 對啊 因為朋友 那真的有的感情 對 大家才一起活到老對不對 對啊 吃東西要健康 要吃得對 方向要好 要安全 要衛生 沒錯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